各国发行虎年邮票,中国奉背狠狠拿捏了 中国的生肖文化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 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 每年,生肖邮票成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必发的经典品种 1月21日,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在纽约发行中国农历人影虎年特别版邮票版章 以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虎年邮票版章由每枚面值1.30美元 1美元约合6.34元人民币的10枚邮票组成 整个版章定价是5.95美元 邮票左半部分为联合国灰灰图案 右半部分为中国设计师潘虎,创作的虎袖墙围图 描绘了一只猛虎,徜徉在墙围丛中的情景 联合国邮政管理局2010年5月 首次发行以中国生肖为内容的邮票 到2021年已发行了首轮12张生肖邮票 今年的虎年邮票开启了第二轮生肖邮票的发行 2022年1月22日 法国邮政发行了一套两枚农历生肖虎年邮票 此次发行的中国农历虎年生肖纪念邮票 共两款 其中一款面值1.16欧元 票面是红色背景下威严静坐的老虎 象征力量 另一款面值1.65欧元 票面是蓝色背景下助力远跳的老虎 象征希望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在仪式上之词说 生肖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虎在中国是百兽之王 是正义 威严和力量的象征 也见证着当代中国人之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凡努力 这套邮票由法及华裔画家陈江洪设计 对于生肖邮票的设计思路 这位画家表示 蜥蜴能够在那个小小的方块里 融入更多中国艺术元素和故事 把中国文化传达得更是意 更有情趣 世界上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生肖邮票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各国独特的虎年生肖邮票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生肖文化补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同时也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 做出了贡献